与你一同追求真理 成熟你的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一层供养竹籃 怎能唤醒醒此时 耳角邪带极邪剑 难兴无来未描发 譬如茫人横处啊 不能开刀与他们 谢谢大家来参加法会 当然首先要感谢我们 朱会长 一直这么认真热心 为了孝道 也为了佛教 办了今天上午的 这么庄严 这样这么融入社会 让四代同堂 五代同堂 这么多老人家快乐 小孩子快乐 全家快乐 因为我们的社会 是由我们的家庭组成的 所以家庭里面 最主要的是老人 老人如果快乐 全家快乐 所以懂得尊敬孝顺老人的人 一定有福报 所以我们朱会长 为我们这些社会 创造了这么大的福报 所以我也经常想说 朱会长如果哪一天 一百岁了 他不知道去哪里 一定是去念一下 上品上升 极乐世界 所以感谢我们朱会长 夫妻 阿弥陀佛 我们的社会 需要更多这种的 阿弥陀佛 中价 跟阿弥陀佛 是在几孤独长者 跟她太太 我这样来 好奇有狗 这样有狗才的幸福 所以感谢我们朱会长 夫妻 今天还有一对 我们云林来的 也是云林的长者 在云林推动佛教 我们李毓民 跟她的太太 林毓岳 欢迎订阅 为婚人 接车接到家来 为了未来参加博会 所以 还有我们这么多的法师 参加法卫 这么多的居士 刚才我走出来 这条路实在很长 因为 居士很认真 还要拿个闪盖 他们穿了整齐的衣服 不过经典说 如果很恭敬的 拿闪盖 庄严三宝 念一下 来世做国王 因为你 庄严别人 让别人很庄严 所以你自然 自己也被庄严 就这个意思 就像三位主持人 用他们优美的微笑 声音 庄严这个法会 他们这辈子来世 会不会越来越庄严了 很简单 所以佛教 事实上是如此 你爱别人 别人就爱你 你骂别人 别人就骂你 所以我们学佛以后 就要改变我们的脸相 就是不能生气 不能不笑 不要笑 我现在已经念惯了 每要恭维 每要两个也要恭维 让别人因为你 讲话而有一点快乐 就像今天早上 我很早就起床了 他们给我说 师父 大会给你五分钟 讲话 我就正在想 五分钟我要讲什么 我很少这样了 然后我就想 我讲两个故事 我还重新讲一下 哇 八分钟 太长 结果上台以后 什么故事都忘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场面 不适合讲故事 修旦来可以用请下台 公修故 所以突然一个变化 但是 这个就是佛法 你想的 跟你要去做的 好像不太一样 在那个因缘状态 你必须要表现什么 那你就要去表现什么 而且 接了前面的讲话的人 也接了后面的讲话的人 而且刚好在那个时刻 怎么样让大家 炒热一点点气氛 这样而已 那我想各位 这个应该要学 因为呢 释迦牟尼佛用了三大阿僧奇节 去庄严自己 为了 让所有痛苦的众生 看到佛陀 起欢喜心 起那个恭敬心 而且更重要 是起了一个信心 愿意相信 所以佛陀为了让对方相信 牺牲了多少次的生命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一个 佛陀报母恩的故事 释迦牟尼佛的妈妈 生了佛陀七天 就往生了 那佛陀就有一个姨母 叫摩河婆舍婆体 养佛陀长大 所以当然养母 甚至比生母的恩大 那这个养母是哪里来的 那所以佛教为什么叫我们 所有众生都是父母 你看佛陀 这个妈妈 养母从哪里来 那释迦牟尼佛有一次 做三王子 各位都听过了 结果三王子跟他两个哥哥 出去外面 去玩的时候 爸爸妈妈在皇宫里面 结果 他们在一个悬崖 上面看到有一只 饿的母老虎 养了七只小老虎 七只小老虎已经饿扁扁了 那个时候母老虎饿到 真想把小老虎给吃掉 所以那个时候 三王子就问大哥 大哥那个时候是文殊菩萨的视线 二哥是弥勒菩萨的视线 所以他大哥二哥说没办法了 老虎好可怜 所以但是三王子那时候想 他们这么可怜 我要救他们 所以他就跟两个哥哥说 哥哥你们先回去 我还有事 三王子就想 我如何去帮助他们 所以他就把衣服脱掉 从旋来跳下去 看能不能流血 他跳下去有一点受伤 他跑过去母老虎那边 看他要不要吃 结果母老虎已经饿到没办法 嘴巴张不了口 后来没办法 三王子又去拿一根竹竿 擦自己最柔软的肚皮 擦了以后流血 母老虎闻到血腥味 慢慢慢慢地吸他的血 慢慢有力气才咬他的肉 然后呢 也让小老虎去吸血吃肉 这样就把三王子吃完了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摩赫波色波提 所谓佛陀的养母 就是那只母老虎来投胎 佛陀为了要度一个众生 而且要让这个众生 又成为他的妈妈 然后呢 最后摩赫波色波提 第一个跟佛陀出嫁 成为大爱道比丘尼建立的 比丘尼的生团 通通证得阿罗汉 所以当然今天我们母亲节 大家对自己的妈妈 都是孝顺的 但是我要讲的故事 佛陀告诉我们的孝顺 连一只残忍的老虎 他都当做妈妈一样 用生命去对他好 然后让他来做他的妈妈 让他来度他 所以其他七只老虎 两只老虎 一只是舍利佛 一只是木剑人 五只老虎就是佛陀 出臣佛的吴比丘 佛陀是这样度众生 所以用自己的生命 来供养这些动物 让他建立母子关系 弟子关系 师父关系 建立了这么深的关系 然后呢 才让对方解脱成佛 所以我们今天 纪念佛陀出生 我们就像对妈妈一样的 供水 欲佛 所以看到很多人在替妈妈 洗脚 这个意思也是 佛陀就是要让众生成佛 能够阿布塞卡 最大的孝顺 除了让他这辈子快乐健康 更重要 让他下辈子比这辈子快乐 最最重要 是让他最后脱离轮回成佛 所以今天日子也很好 刚好事业出拔 又刚好母亲节 又刚好礼拜天 所以非常殊胜 当然我就在那边 一起思维 这些问题 那讲到 C咖 当然故事还没讲完 顺便提一下好了 当然三太子 被吃死了以后 做妈妈在皇宫 突然两个乳房 长大 喷奶 什么事情 所以吃过我母奶 一定是我的儿子 儿子出事了吗 结果大儿子 二儿子 二儿子回来 没事 老三呢 结果他们说老三说他有事 妈妈说一定出事了 所以全家就跑 跑跑跑 终于跑到悬崖旁边 看到三王子把衣服都留在那边 底下看到老虎 但是却只剩下骨头 他们全家都知道了 原来三王子牺牲自己 为母老虎了 当妈妈扑在地上哭的时候 三王子怎么笑说 马上现为天人 提定的行 放光 爸爸妈妈 你们不要为我哭啊 我现在成为一个这么庄严的天人 那你们在拜着神呢 你千万不要为我哭 你要替我高兴 我现在成神呢 这个叫孝顺 所以让他爸爸妈妈 看他成为神 所以不需要为他哭 而且这三王子就跟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你们生我 让我知道生命的意义 所以呢 我现在这个骨头很有用处 你们将我的骨头啊 做一个塔 这个世界上使人 只要有人生病 特别最严重的麻风病 只要啊 来拜我的骨头 那个骨头还在啊 在尼泊尔的 斯森塔 很多人跑去拜 只要任何生病的人 来拜我这个骨头 他任何病都可以好 传染病都可以好 所以 而且跟他妈妈说 谢谢妈妈 你生我这个生命 让我了解生命的意义 所以 生命是有轮回的 我现在从人到升天了 我希望将来成佛 生命的意义 在于奉献任何生命 都像奉献爸爸妈妈一样 所以 把老虎当作自己的妈妈 也发愿这只老虎 将来成为自己的妈妈 这些小老虎 将来成为自己 能够解脱的弟子 这样不断的 在轮回 所以我想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一出生 天上的九只龙 地上的龙 要用最清净的水来供养 欲佛并不是佛不干净 佛是最干净的 我们用最庄严的水来供养佛 我们自己得干净 我们用最漂亮的花 来供养佛 我们自己得漂亮 我们用我们的金钱 饭菜来供养佛 造佛像 我们得到所有的功德 所以佛成佛 是把功德布施给我们 就像 我们给那个阿布 事实上阿布 自己洗就好了 但是我们 把阿布 阿布的功德给我们 所以 父母如果升天 那 第一个得到好处的 就是儿女 父母在天上 时时刻刻把他的 天人的福报 布施给儿女 所以儿女会发财 所以父母如果在净土 我们天天还要念着父母 那在净土的菩萨父母 也一直加持在 五卓二世的儿女 让他心清静 得到净土的加持 其实 我这样讲的目的是要告诉 佛陀所讲的道理 你要互相帮助 互相感恩 对任何 包括一只饥饿的老虎 杀人魔王 你都要对他如此 这个才叫修行 但是为了要修行 各位就要练习一个心态 不会恨 不会恨 不会说老虎饿死应该的 坏人下地狱应该的 对佛陀来讲 没有分别 因为众生都是父母 没有一个例外 所以佛教里面还有一个 释迦牟尼佛 报父母恩的故事 所以以前有一个国家 国王跟皇后 联合宰相 想尽办法 还有其他的国家帮忙 终于建立了他们的国家 但是等他们老国王老了 老宰相不甘愿 我帮你们建立国家 结果国家里面的儿女将来做国王 那我算什么 他想一想就叛变 带着叛军 趁老国王皇后不注意 杀掉 要斩草除根 要不到大王子的皇宫 把大王子全家杀掉 再来到二王子皇宫 把二王子全家杀掉 那三王子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所以各位 善良有道德的人 鬼神都会扶持他 那三王子有一天在 那一天在睡午觉 睡不着 今天为什么睡不着 结果他出来大殿走一走 大殿的神 所以各位 家里都有土地神 大殿里面有神明 护法神 大殿的神明就说 三王子啊 你赶快跑 你的父王母后 两个哥哥全家 都被叛臣杀掉了 你赶快带着你的儿子 那时候三王子 有个十岁的儿子 跟太太 赶快逃离这个国家 不然这个国家 就要完全被消灭 那三王子就感含极啊 真的 所以你是谁啊 那个神明说 我是护持你大殿的神 因为你的道德 所以各位一定要孝顺 一定要道德 有神明 所以 那个时候 三王子相信了 神明说 你赶快跑吧 所以 那他们就拿了 一些食物 一些衣服 要朝隔壁的国家 要跑七天的路 所以 三个人就一直跑 结果因为太慌张 跑错方向 跑错方向 跑到沙漠里面去了 没有水 没有食物 那个时候啊 三王子就哭啊 爸爸妈妈 我对不起你们啊 国家 我对不起你们 我一死了 我们全家死了 这个国家 没希望了 永远变成坏人的手下 所以那个时候啊 三王子哭一哭 他想一想 我不能死 我儿子也不能死 这个时候 我们要吃什么 想一想 只能吃我太太 所以那个时候 就跟他的太太说 太太 为了这个国家 也为了我们父子 我能不能 我们吃你的肉啊 各位 伟大的太太 好啊 我们不能死 所以太太答应了 你们眼睛闭起来 你就把我杀了吧 所以当三王子 拿刀要杀了太太的时候 小王子就跪下来 所以跪在那边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我宁可死 也不会吃母亲的肉 你们绝对 爸爸你千万不要杀妈妈 杀我杀我 三个人抱着哭啊 但是三王子跪在那边求啊 爸爸妈妈 你们生我 让我也有一个生命 现在我了解生命的意义 能够孝顺 能够为国家 能够为世界 所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那才是你们生我的意义 你们现在杀我 爸爸妈妈 你们不能死 所以爸爸也没办法 他很聪明 慈悲要有智慧啊 他说 爸爸 你拿刀子 割我的大腿 三块肉 慢慢割 我们还要找很久的路 千万不要杀死我 慢慢从腿 大腿小腿 背部开始割 直到找到了 帮助我们的军队 结果他爸爸没办法 只好割 但是伤亡者 一点都不哭 这个叫修行 修行不是不痛啊 但是他很高兴啊 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父母 因为他一哭 爸爸妈妈 砍不下去 吃不下去 而且要三块 自己也要吃一块 才可以活下来 就这样 割割割 割了七天 割了七天 跑到一个山上 终于看到了 那个帮助他们建立国家的地方 哇 爸爸 哎呀 儿子啊 我们看到了 得救了 得救了 但是伤亡者说 爸爸 你再下去 至少两三天 但是呢 你把我身上 所有的肉都割掉 分成两份 供养爸爸妈妈 那你们把我放在草里面 那我这样孝顺你们 我将来一定可以生天 为了这个国家 所以爸爸妈妈没办法 割下来脸不敢割啊 然后就给它放在草边 两个没办法 为了国家冲下去 那个时候 小孩子 躺在那边 骨头血肉 很多蚂蚁啊 虫啊 都过来吃啊 那个时候 山王子讲了一句话 你们这些虫蚁 都像我爸爸妈妈一样 愿你们吃我的肉以后啊 将来脱离动物道 能够生天 我发愿将来 愿成佛 你们都是我的父母 那个时候 我刚才说这句话 讲这句话 整个天上震动 震动 一黄大地的椅子 像地震一样 一黄大地 如果人间有功德比它大 一黄大地的椅子 就会震动 各位你赶快 等一下发个意愿 看有没有震动 不可以睡去 我在说故事 所以 所以那个时候 一黄大地一震动 他就下来 人间到底 有一道光 跑下去 就看到这个实罪的 小王子 全身都是那些 小虫在咬 那一黄大地就会说 哎呀 小朋友 你赶快死啊 这样太痛苦了 小朋友说 我虽然身体痛 我心里很高兴 就像我爸爸妈妈 在吃我的肉 我太高兴了 这是我 生下来最高的意义 那一黄大地说 你在抢我的位置 我上面的天庭都快奔掉了 然后小王子说 玉皇大地啊 这位大神啊 我没有要做天地 我唯一的目标 是要成佛 我如果成为佛陀 我就可以救所有的爸爸妈妈 让他们脱离轮回 所以玉皇大地都会赞叹 如果我讲的是真的 让我恢复我原来的样子 不要让我爸爸妈妈伤心 愿力不可思议 愿力不可思议 当三王子讲完这句话的时候 全身恢复 而且他刚刚也发愿了 所有持我身上的重跟乙 总共八万只 将来在我成佛以后 成为天人菩萨 继续护持我 将来他们也成佛 所以那个时候 一恢复以后 所有的天神啊 玉皇大地 被这个小王子感动 带着天上的军队 帮助他的爸爸妈妈 讨到了旧兵 收复了国家 佛陀的功德力 结果他们收复国家以后 全国人虽然很快乐 但是想到小王子 全国人却很悲伤啊 所以国王跟皇后 带着文武百官 到达当时候放尸体的地方 要去找小王子 所以当他到那边以后 找不到国王 跟他妈妈哭啊 那个时候小王子跑出来 他爸爸妈妈以为做梦 想儿子想到做梦 怎么全身都没有受伤 那一定是看到了 儿子变什么了 结果跑过来 伤亡 这个十岁的小王子 跪在地上 手拿出来 爸爸妈妈 你摸我的肉 我是真实的肉 他爸爸妈妈不相信 那个时候 玉皇大帝都现前了 哎呀 你们生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小孩子啊 他发的怨啊 我可以做证明啊 你玉皇大帝 帮他做证明 父母都相信啊 全家抱着哭 就这个国家就圆满了 当然十岁的小王子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过去世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今天 身为父母 剩下我们的身体 千万不要浪费 所以我们庆祝佛陀的出生 我们也被爸爸妈妈 生下来 我们要怎么样的去 过我们的生活 生命 以及对待世界的 正确的态度 不要对这个世界 任何一个事情 贪心 欲望 那就浪费父母 给我们的生命 所以学佛 要像佛陀一样 奉献给这个世界 因为世界 包括一只小蚂蚁 都是我们的父亲母亲一样 甚至 咬你的毒蛇 将来都可以做你的妈妈 所以做一个 没有恨 只有爱的人 所以念一下 佛陀永远 转恶为善 转恨为爱 这个叫修行 就像各位 刚刚三位主持人 这么认真 这个就是菩萨 他们早上就来了 他们练习 练习如何 讲得好 让大家快乐 短短的时间 这个就是生命 最光辉的时候 有些看我们诸会长 每天想的 如何把法会 让社会 让全国 让世界都知道 孝顺父母 再来供佛摘身 就想了这个 所以你没有烦恼 因为你只想的 如何帮助众生 不可能有烦恼 什么叫烦恼 自己 为自己享受 所有痛苦烦恼的开始 我老公呢 我的钱呢 我儿子怎么不孝顺呢 我怎么老了呢 我生病了 你想这个烦恼就来了 你想众生 快乐就来了 你可以超越你的体力 就像小王子 十岁 身体被割 八万虫在咬 他还在想着众生 所以他可以超越痛苦 愿力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能够世间 父母叫世间佛 佛陀叫初世间佛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两件事情可以做 那叫孝顺与慈悲 对了 以孝顺自己父母 祖先的方法 去孝顺所有众生 以把北部塞卡 进一步去遇佛 发愿成佛 而且不是你自己成佛 五拙二世离成共 所有的众生都离开 红尘污染轮回 同正如来 敬法身 大家成佛 我想在纪念佛陀出生 最好的方法 佛陀说 发愿学佛成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能够在四月初八 十二月初八 出生死亡 乃至发愿的人 必定满愿 出生死亡的人 必定生天 因为佛陀的加持 所以刚刚愿完五招 到隔壁 有一位小姐 在那边问那些 佛剧店的老板说 什么叫皈依啊 什么叫皈依啊 我刚好听到 我带你皈依 他师父的海盗法师 要带你皈依呢 我说四月初八 居然有人说要皈依 我带你带 我带你去那边皈依 念老半天 哇 他很高兴了 你是海盗法师 我说没有啊 他说你知道是谁吗 我说我不知道 你没有看过民事啊 他是民事的新闻主持人 我哪知道 我又没在看 所以他说 他终于知道皈依了 不然他不知道 哪里叫皈依 他虽然会念一点经 佛剧给他说 因为四月初八 你要皈依 我主动免费给你皈依 我本来就免费了 我主动 现在老板也很高兴啊 但是那一位主播说 师父 以后你要录音啊 你就找我 你们电视台确认 你就找我 四月初八 佛陀佳志 找人才 因为现在佛教 需要人才 我今天在这边 希望各位发愿做佛教 做众生的人才 每个人都有佛性 把你的个性 把你那个懒惰 不讲话 歪笑 爱美人 把他消除掉吧 谁都可以的 你为什么说我不行 你如果想要贏人 你就输人了 你如果爱民主 你就没办法了 所以就像一来 我跟帅哥老师说 帅哥老师 做主持人 做将来可以做更大 不要为了民 不要为了钱 为了给众生欢喜的因 必定得到众生 喜欢你的果 不要想钱 不要想民 想着完全奉献给对方 对方需要什么 我们去奉献 无所求 这是佛陀告诉我们的 无我慈悲而成就的功德 所以刚才一位年轻的主持人 他现在想要走年轻的 做影艺圈 唱歌 我说对 那你要用佛法 来做 不要为了民 不要为了钱 不要乱搞男女关系 最好还吃素 那这样 以后大家都喜欢你 但是喜欢你干嘛 喜欢你身上的佛法 我们喜不喜欢佛陀啊 喜欢 而不是喜欢佛陀的肉体 想要跟他谈恋爱干嘛 没有的 想要跟他借钱干嘛 没有的